各位同学大家好,我是电子学老师郭浩鹏。今天我要上课的部分是厂校电晶体放大电路,共原级放大电路,PODF。 那今天要看的部分是PODF自给偏压式的电路,那自给偏压式的电路其实还蛮简单的,如果跟偏压式比的话,它会稍微简单一些,那请各位同学来看看。 好,今天要看的是PODF自给偏压式。那首先一样,我先来看一下它资料分析的部分,那现在看到这电路图是自给偏压式的部分。 好,那一样,我们先将所有电路图的电容,我们把它找出来。第一个我们看到会有个CG电容,然后一样会有个CD电容。 然后现在很开心要看到一个旁路电容CS。 好,那这三个电容在直流分析的时候,我们记得要将它开录,所以我们现在分别将它开录。 好,然后呢,再找出交流输入讯号源,也是VI,在蓝色这框框这边,一样,我们要将它移除。 那这步骤现在各位同学应该是满手的。好,我们将它移除。好,那移除完之后,一样我们要求出VGSQ及IDQ。 好,那我们移除之后呢,一样将这电路把它搬过来。 这个就是整个就是整个资料偏压的部分,去除掉交流的部分,就是这样的电路。 那一样,我们一样跟着这些步骤,那这些步骤,其实都是在上个章节有讲过。 利用这些步骤,将VGS还有VDS,然后我们最后再验证一下它是不是有在夹子区。 是否在夹子区。好,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重点,交流分析的部分。 那一样,我们将三个电容挑出来。那因为现在是在交流分析的部分,请记得电容是短路。 它是短路的部分。好,那我们现在将它短路之后,就等于右手边这电路图。 那一样,我们再找到,我们再找到直流电压源。 那目前就只有一个VDD18伏特在这边,人色框框这边。 那直流电压源,我们必须要将它短路接地。 短路之后还将它接地。所以就变成这电路图。好,那接下来一样。 我们就是将电压底的小讯号模型画出来。那如果它有提供RO的一些参数,我们就要去求。 但大部分在自己的偏价是比较少提供RO,因为会稍微比较蓝一点。 然后呢,再将整个电路图的小讯号等效电图画出来之后, 也要求电压正义,输入阻抗,输入阻抗等等。 好,那我现在先来求交流等效电路图。 一样,我们先将电定题画出来。那这是它没有RO的部分。 好,那一样,VI是接到G角。一样,我先把它接出来。 然后呢,G角又经过一个RG电阻下地。 一样,我们把它画出来。 好,那从VI看进去会有输入阻抗RI。 好,那我们刚才画的部分先把它遮起来。 那一样,我们看到这边S角。 那S角呢,有一颗RS电阻下地。 但是,你可以看到,在RS电阻的上方,本来有一颗CS电容,因为短路了。 所以RS上方是短路,RS电阻的下方也是短路。 所以这颗电阻就被短路掉了。 我们就把它画个X。 所以S角就直接经过RS电阻上方,直接下地。 直接下地。 所以S角是下地的。 好,那D角呢,我们就接到VO。 D角接到VO。 那D角就经过一个RD电阻下地。 RD电阻下地。 我们要框起来,就这边。 那最后,VO,我们从VO这边看进去。 是一个输出阻抗RO,或者是输出电阻。 有人这样子讲,都可以。 好,那我们刚刚框部分把它遮起来。 一样,我们没有拉掉任何东西。 那等效电路图,真的很重要。 各位同学,其实很熟悉的时候,其实一个电路图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画得完。 甚至有些同学,更快半分钟就可以画得完。 请各位同学,不要省点到这个步骤。 其实还蛮重要的。 好,那有些人觉得等效电路图画起来很辛苦。 那也会有一个等效的交流等效电路图在我们的右手边。 就是电阴体,我们直接用原本的。 所以你会发现,除了电阴体不同之外,我们把它框起来。 除了电阴体不同,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电路都差不多。 G脚一样经过一个RG电阻下地,然后一样接到VI。 然后D脚拉出来是接到VO,经过一个RD电阻下地。 所以看起来这两个电阻都差不多。 看你想用简化的,还是右手边、左手边,这两个电路图都行。 但是老师还是比较习惯用左手边这个电路图。 既然都已经画出了,我们就继续用。 好,各位同学,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交流分析的常用公式。 那这五个公式非常的重要。 因为各位同学在之前应该常看到它。 那如果还不熟悉的同学,请务必反复看影片,直到背首为止。 因为以后的解题也会常用到它。 好,那接下来我们要求电压争议。 好,那电压争议是等于VO出于VI,那VO在这边,VI在这边。 那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,首先ID在这边,那流方向是这样子。 那经过RD的时候是往上流,所以正在下方,负在上方。 所以VO是负的,所以看到VO现在有个蓝色的负号在那边散。 好,那一样我们现在知道ID会等于GN乘上不去GS,把它带入之后等于这样子。 那一样上面有不去GS,下面有不去GS,一样我们就把它消掉。 所以最后的公式就等于这样子。 最后公式等于这样子。 好,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输入主抗。 那输入主抗呢,G角和S角之间,他们是开路的。 那这边有个电阻叫RIG,一个RIG。 那我们现在从输入角VI这边看进去会个RI。 那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,先看到一个RG电阻。 那RIG电阻上面接到G角,那RIG的上面也是接到G角。 那RIG的下面是接地,那RIG也经过S角的下面,下来之后也是接到地。 所以你会发现RI就会等于这两颗电阻,就是RG并连RIG。 那我们又知道RIG是无限大,所以把它带入之后就等于这样子。 好,那因为无限大跟任何电阻并连,会等于任何电阻,所以到最后就等于RIG。 好,那我现在求苏主抗一样。 苏主抗讲到这边大家都知道,VI就是要接地。 那我们把它接地之后呢,你会发现,VG是等于0伏特。 然后又看到S角S接地,所以VS又等于0伏特。 所以我们发现,S角如果是接地,其实电路就很简单,电路就很简单。 因为这时候VGS一定是等于0,所以相应电流源就会不见。 就等于0A,就等于开路,就把它拿掉。 所以整个电路图就几乎就从中间断掉了,所以就变成很简单。 所以我们从D角看进去,ROD会等于无限大。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RO,那RO是从VO看进去,那VO是接到D角。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RO接到D角,那D角会有个大RD电阻的上方是接在D角。 那一样ROD的上方也是接在D角。 那ROD的下方会经过S角下D,那大RD的下方会直接下D。 所以你会发现RO7就是等于RD并连ROD。 那我们又知道ROD其实是无限大,所以把它带入之后就等于这样。 那刚才已经说过无限大并连任何电阻,就等于任何电阻。 所以到最后就等于RD,就等于RD。 好,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。 那下面这边是一个N通道JFET。 那所有参数已经写在这个电路图的左上角。 那一样我们要求这三个,定压正义,速度阻抗,速度阻抗。 好,那因为现在给的东西还不够求我们的小讯号的常用公式的一些参数。 所以我们就从自由分析下手。 那这个例题我觉得不错,各位同学这边要多练习。 那我们现在从自由分析下手,一样我们先找到电容。 那记得自由分析电容是开路。 我们将电容开路。 那将电容开路之后呢,电路图就变成这样。 那再将输入就是VI,小信号的输入源。 我们将它移除。 我们将它移除。 好,那我们都知道JFET的G角是接逆偏。 在上个章节有角过。 所以IG正常来讲是等于0安培。 所以你会发现RG电阻的电压。 因为IG是0安培的关系,会等于0伏特。 会等于0伏特。 所以我们求VGSQ呢,会等于VG减掉VS。 所以VG呢,就等于0伏特。 因为RG电阻上面没任何压降。 那VS呢,那S角因为接了一颗RS电阻。 那RG电阻上面的电压就是VS。 所以电阻乘上流过去的电流IDQ。 就可以知道是RS上面的电压。 所以带入之后就等于这个公式。 等于负的IDQ乘上0.5K。 因为这时候RS是0.5K。 好,然后我们再将另外一个电流输出公式带入。 将我们知道的带入之后,会等于这样。 那这两个公式,我们可以解联力。 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公式解联力。 那解联力的过程,其实在上个章节, 老师都要花时间解释过了。 那如果大家忘记的话,或不熟悉, 可以再回去上个章节再看一下。 那我这边就不赘述。 然后我们直接将解联力的答案求出来。 VGSQ会等于-2伏特。 IDQ会等于4mA。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交流的部分。 一样我们先将三颗电容,我们把它找出来。 那因为交流分析,电容是要短路的。 所以我们就等于这样子。 好,那电容短路之后呢, 一样我们找到直流电压源。 就上面这个VDD。 直流电压源要将它短路之后还要接地。 所以就等于这样子。 好,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画它的交流等下电路图。 一样先将电铁等下模型画出来。 是这样子。 好,那一样Vi呢,直接接到G角。 那小线等下电路图,老师不愿其烦的讲, 是因为它真的很重要。 各位同学一定要多加练习。 然后G角又经过RG电阻1M下地。 经过RG电阻1M下地。 然后再来呢,我们会从Vi看进去, 会有输入阻抗。 在这边我们标出来。 那刚刚画的部分我们都用紫色部分把它填起来。 然后看到S角。 那S角呢,因为刚才经过旁路电筒短路的关系。 所以S角就直接经过旁路电筒短路。 那那个RS,我刚刚已经讲过,就会被旁路掉。 所以S角是直接下地。 然后D角部分呢,一样接到VO。 然后这边D角又经过一个RD电阻3K,直接下地。 然后再来从VO看进去会有个输出阻抗RO。 那我们将它画出来之后呢,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求我们的小讯号常用的一些公式的一个阐述。 那K值公式在这边。 那直接将它代入。 这将它代入之后,我们会求出来是1mA除以伏特平方。 然后呢,求除K值之后,我们再代入GM。 GM公式是这样。 那直接代进去之后,我们会等于4mA除以伏特。 那代入之后,我们就开始求电压正义。 那刚才GM已经求出来了。 直接代入之后,会等于-12。 好,那我们接下来看速度阻抗。 那我们从G角看进去,会有一个RIG电阻是无限大。 因为G角跟S角是开路。 所以看速度阻抗呢,会等于RG并连RIG。 那因为RIG是无限大,所以并连完之后会等于RG。 那RG会等于1mA。 那最后面呢,我们来看一下输出阻抗的部分。 那求输出阻抗记得VI要接地。 那VI接地,因为现在VI在G角。 所以G角会等于0伏特。 就VG会等于0伏特。 S角也会等于0伏特,所以VGS会等于0。 造成GM乘上VGS的相依电流源。 也会等于0A。 所以就会将它开路。 就会将它开路掉。 就等于这样子。 好,那开路之后呢。 所以我们从VO看进去,就看到一个RD电阻。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路的相依电流源。 所以只看到一个RD电阻。 所以RO就是RD电阻。 那带进去就是3K。 所以各位同学,你会发现小讯号, 只要将小讯号等效电路图画完。 那基本电学串并点观念没问题。 其实你就会发现还蛮简单的。 所以各位同学要有耐心多画小讯号等效电路图。 多学习、多计算,就一定没问题。 谢谢各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